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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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就是Windows里面的记事本 写字版 Word 这样的软件 四通那个打字机是直接做成一个电脑样子的打字机 有键盘 有屏幕 也有自处理的软件 可以理解为只有自处理软件的电脑 一台四通打字机要卖两万块钱左右 其中一万块钱是毛利 你说费那么多钱 还费那么大劲 就为了实现一个打字的功能 这犯得上吗 还是犯得上的 把方块字印到纸上 而不是手写再复印 向来都是一件专业壁垒很高的事情 新中国成立以后 专门选派了代表到苏联东德进修 回来之后要成立专业的学校 像北京印刷学院 上海印刷学校 还有北京文化学院等等 才逐渐建立起中国的印刷系统 这还只是活字印刷 基础设施只有专业的印刷厂 还有机关单位里的印刷部门才拥有 个人想这样做是不可能的 只能是靠手写 改开之后 PC 那个时候还叫VG进入中国 也进步自动化研究所 用澳大利亚进口的VG 日本进口的打印机 还有美国的终端 自己开发了拼音输入法 自己写了一个打印机的驱动程序 自己编制了一套汉字点阵字库 还修改了操作系统的BIOS部分 这样才在中国大陆解决了中文输入 和中文打印的问题 也成为了四通公司的起点 四通打字机一度在中国相当风靡 是无可争议的先进生产力的代表 史玉柱听完讲座之后心潮澎湃 他月工资只有五十多块 一台打字机相当于他三十年的工资 他纠结了一年 要处长还是董事长 决定砸了铁饭碗下海 四通打字机实际上是一个 连电脑带打字软件的一个东西 而史玉柱不是这样做的 他选择单独做一个软件 把它集成在一块比较小的硬件卡里 这样插到一台V机的相应接口上 就让V机拥有了这个功能 有点像FC主机上插卡一样 这个想法非常先进 而且它的功能更完善 成本更低 史玉柱做出来的巨人汉卡 汉字点阵更多 是64点阵 而四通是24点阵 这个点阵什么意思呢 其实就跟像素差不多 我们现在像素高的 图像就更丰富细腻 蚊子点阵高 就意味着蚊子更好看 更细腻 巨人汉卡只卖3000多块钱 直接把这个功能做成了白菜价 1993年 巨人集团一年的营收就有3.6亿 巨人汉卡赚钱之后 史玉柱开始了多元化战略 四处出击 药品 电脑 保健品 房地产 什么都做 房地产是造成它资金链断裂 最主要的问题 它本来想建一座高18层的巨人大厦 还没开始建设 就被政府寄予厚望 希望它为珠海争光 将巨人大厦建为中国第一高楼 于是 它就把18层加码到38层 没多久 听说竞争对手金山要盖47层 为了争第一 它追加到54层 完了又听说广州那边要盖一个63层的大厦 假不住别人怂恿 最后层数飙到了72层 投资也从2亿元加码到12亿元 当时史玉柱手里只有多少钱呢 1亿元现金 这点钱肯定是不够的 它的想法是 先盖20层 20层卖掉之后再往上盖 想法很美好 没想到局势一下变了 1994年 冷战时期的产物 巴黎统筹委员会解散 向中国出口计算机的禁令也随即消失 微软 英特尔 IBM等跨国巨头一下子涌入 抢走了汉卡的大部分市场 486危机 加上Win3二操作系统 不需要汉卡的辅助 也能够处理好汉字 没了汉卡的输血后 巨人集团没有停止扩张 摊字反而越扑越大 光是保健品就推出了一系列 前面全是带巨人二字的 为了避免重复我就不念了 后面跟着的是这些 脑黄金 肝黄金 吃饭香 补钙 巨布肥 这真会起名 巨人巨布肥 巨三猪 巨沙软骨 β胡萝卜素 银杏 养胃 维生素 这一大堆 光广高费 就花了一亿 这一大堆扑出去 也没能挽救集团 1997年 巨人集团因为资金链断裂 大厦只盖了三层就停工了 史玉柱一夜破产 欠债2.5亿 1998年 史玉柱选择离开珠海 到江苏江银二次创业 临走前 他向债主承诺 五年内还清欠款 这次创业的项目 就是脑白金 脑白金出现之前 还有一个孪生兄弟 叫脑黄金 1994年秋天上市 第一个月就盈利1000万 当时脑黄金怎么宣传的呢 号称让一亿人先聪明起来 他们大力宣传一种物质 叫DHA 说DHA是从深海鱼中提炼出来的 对大脑那是大补 国内某个大学医学神经科主任医师 也是一位教授 他写文章 这位老兄写的非常逗 说日本能在二战之后神话般崛起 因为两点 第一他们智商高 第二会延缓大脑衰老 日本政府制定了计划 全民建脑 让日本人智商增长 每十年涨7.7% 现在平均智商已经涨到115了 我算过了 从那个时候到现在又过了30年 日本人平均智商又涨了三波7.7%了 现在已经到144了 再过二三十年 那就是人均爱因斯坦啊 这是往后推 要是再往前推呢 1950年代 日本人均智商只有85 再往前我就真的不好推了 估计很快就到个位数了 那些文章里是非常的焦虑啊 那可是贩卖焦虑的鼻祖 说中国人现在平均智商100 每十年啊 才涨1.7% 跟日本差了6% 我们现在文盲加上半文盲 加起来有1.5亿 光这部分人口 就是澳大利亚人口的10倍 再加上智商涨得慢 我们何谈现代化 我们似乎比世界任何民族和国家 都需要重组的脑黄金 一直到倒闭之前 脑黄金都是巨人集团的现金奶牛 所以史玉柱二次创业 毫不犹豫的就选择了保健品 到脑白金时代 新的科学解释又出现了 人脑由大脑 小脑 脑干 脑垂体 和脑白金体组成 脑白金体分配出来的物质 叫做脑白金 它是脑白金体的信息传递者 是人体机能的最高主宰 寿命去留的统帅 在生理解剖学上 人脑根本没有脑白金体 所谓的脑白金体 后来被证实是松果体 为什么要创造这么一个不存在的东西呢 因为松果体能够分泌褪黑素 而脑白金其实主要成分就是褪黑素 褪黑素现在大家比较熟悉了 是用来改善睡眠的 这一点 史玉柱其实也明确说过了 在他想做这个之前 就研究过美国的褪黑素产品 就觉得褪黑素这个原料不错 他在自传里就提到 样品制作出来之后 他让每个人都吃 吃了之后第二天早上 大家都起不来 睡觉睡得特别好 然后大家都觉得这个产品能够做起来 所以能看到希望 我知道了 一定是睡觉能够长智商 以后谁要是再说你睡懒觉 你就说我是在长智商呢 为了给褪黑素背书 史玉柱又跟脑黄金时代一样 找来一大堆文案高手 开始讲故事 传播最广的故事 是一本叫做《席卷全球》的小册子 里面写着 褪黑素的发现与克隆技术 并称为本世纪的两大突破 美国为他疯狂 日本为他沸腾 美国人在圣诞节的夜晚 一反常态 不在家里陪着家人过节 而是顶着风雪排队买脑白金 还说当发现病毒入侵 或者出现癌细胞时 脑白金迅速指挥免疫系统 杀死外来之地 补充脑白金能够使人返老还童 一位服用脑白金的老人 110岁才去世 并且在100岁时生了一个胖娃娃 我觉得叫脑白金实在是太谦虚了 这应该是人参果加上糖僧肉啊 吴承恩算是赶上好时候了 那时候科技不发达 他写出来还能算上神话 要是现在写 人均受命500岁 100岁还能生小孩 顶多也就是一个济世文学 在广告投放上 史玉柱可是货真价实的杂钱 市场上其实不单脑白金一个产品 竞争对手很多的 像聚能盖 多灵多鱼脑精 太太口服业 三猪 昂利 史玉柱是下手最猛的 别人投100万广告费 他就投200万 别人是五合医疗城 他就写四合见效 广告费一上去 知名度曝光度也跟着涨 他算过一笔账 在华东地区投100万的广告 能够带来800万的收入 之前脑黄金的广告语是 今年过节不收礼 除非巨人脑黄金 想脑白金的时候 他们几十个人聚在一起 用尽了自己大脑里 所有的脑白金 一共想了几百个 最后定下来最著名的 今年过节不收礼 收礼只收脑白金 这系列的广告语就非常的反常识 之前的广告都是对着掏钱的人的 买回去送老人送小孩都合适 可是史玉珠的定位是给那些要收礼的 你不知道挑什么 挑这个总不会错 成为了一个不会犯错的选择 这对于产品来说 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 在电视台 晚报 日报 海报 科普文章密集轰炸下 然后还请来了三珠口服业营销团队 复制他们之前的打法 在每个村的墙壁 电线杆 毛测都印上了这句话 反复洗脑 我觉得巨人集团那些长篇的软文 水准是十分一般的 甚至是十分地下的 可是他们自己设计出来的广告语 是水准非常高的 首先特点就是简单 冲击力强 1991年 他在卖巨人汉卡的时候 在一个老牌的计算机杂志上 叫做计算机世界 打广告 两个版面 就两个字 一个版写巨 一个版写人 这个广告就非常棒 给人留下悬念 印象深刻 史玉珠这个人就很会抓人 如果同样是一个理工男的创始人 会怎么写 一定是用一整版 介绍汉卡的功能特点 恨不得把各种参数都堆上去 脑白金这个广告 简单当然也是简单 传播度也很高 可的确是丑了一点 史玉珠也不避讳这个 他告诉员工 评不上恶俗广告 就扣工资 后来这句广告语也不负众望 蝉联中国十大恶俗广告之手 他恶俗归恶俗 但是收益一点也不含糊 第一个月他就赚了15万 第二个月赚了100万 这雪球越滚越大 到了2001年 史玉珠提前还清了钱款 直到近几年 脑白金还是一个长销品 官方的数据是2016年9月份公布的 脑白金累计销量达到了4.6亿平 在某宝上近期的月销还能维持在2万家 最后我想说一说我的看法 第一呢 就是如果你家里人真的买了脑白金这类产品 买的少的买也就买了 也没有必要去激烈的批评 谁家还没交过点智商税呢 我小的时候我爸就给我买过行脑衣 一个金属做的一个头箍 跟孙悟空带的那个紧箍似的 带在额头 里面有六个孔 得往里面滴他配套的液体 行脑用的 我闻着跟清浪油也差不多 我就天天在家写作业带那玩意儿 前后得带了半年多 可是如果买的多了就要注意了 可能家里人心里出现了一些空虚 必要的时候要管住他的钱包 第二呢 史玉柱是经历过失败的 他失败后的反省是财务层面的 他不能再接受财务的大漏洞 大衰退了 他要保证企业的低负债率 还要有高的销售额 从这一点上来说 广告营销上的恶俗 其实不算个事 第三呢 老白金的主要成分是退黑素 口服退黑素有没有副作用 至今还是个谜 在欧盟 退黑素受到严格的监管 不允许作为食品原料使用 在我国 尽管退黑素呢 允许作为保健食品原料 但是申报的保健功能 仅限定为改善睡眠 目前已知的治疗场景 是导办导时差的人 好了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了 前几天我看到有观众评论 把我平时最后说的话给提炼出来了 前面也有 什么 个我懂 四日二 下期见 我觉得还挺不错的 朗朗上口 那我今天就不再说了 希望大家能给我一个一键三连 或者点个赞 让我们更有动力做下去 祝大家新的一年 好好学习 好好休息 智商大涨 就以7.7%作为一个基础目标吧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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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感谢观看